全球多位学者日前在维也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题研讨会 探讨一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校长魏格林表示 这个题目虽然冷门但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最近几年欧洲的学者也好亚洲的学者也好 他们发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个欧洲的战争 它确实是一个世界战争 与会的中华民国驻奥地利代表陈联军指出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1917年向德国宣战 主要期盼提升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不料情势有所转变 最后面非常遗憾的是当在巴黎合会上面 那这个战胜国为了要讨好日本 所以后来把这个山东 就是德国原来在山东享有的权利转账给日本 那日本又再提出21条因此后来引起了武士运动 然后甚至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组织 都是在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 有鉴于中国大陆与欧战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维也纳大学在筹办一战研讨会时 也邀请了两岸学者共同参与 希望透过学术界的脑力激荡 让一战对中国20世纪前半叶 以及后续影响 有更进一步的深入剖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